传奇乐霸的彩色霓虹招牌 咖啡馆的精致杯盘 戏院售票口 餐厅空间等物品 唤醒大家对台北城市的记忆 2021台北文学记巡城记特展开幕 邀请民众借由观展过程 寻找城市与文学的紧密连结 发现丰富的人文样貌 无形的文化透过很多的形式 文学 音乐 戏剧 舞蹈 甚至还有一些建筑 基本上都会留下来 而这个留下来的记忆 就是我们生活中的记忆 所以能够把寻城 要寻找台北城 或者走寻台北城 将来作为我们今年文学记的主题 展览的主题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而去年办理的探索城市文章征建活动 从300件优秀作品 挑选出实践精选展示 书写城市记忆 还有立体高低错落的策展箱 各种时空故事相互交织 让民众一窥城市的多元文化 台北建成已经137年 台北市建市也101年 历史辉煌保障无穷 我想文学是其中最具有时代价值的想 访问世界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称 名字 来先用黄春明 林海英 郑清文 书国志 朱天文 若以轻能详等等 我想他们都用最美妙的文字 寻溯了台北 把台北的魅力表现出来 许多人也借此阅读台北 想象台北 建后台北 我们这次有咖啡厅 西阅读唱片行 然后有所谓的 我们每一个时代大家都会到了地方 那以后我们就会创起来 然后知道说过去有同样的人 在这一块土地上关心的这里 书写这里的人 书写这里的故事 那我参加其实台北虎学记 我们用不断的方法 我觉得这是让所有人会得到感动的 台北的大街小巷 充满了动人故事 且处处可以找到文学踪迹 主办单位透过解谜闯关模式 让民众在观展过程 增加游戏趣味性 摆件珍藏物品不容错过 记者问郡台北报导